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先問一下江醫師 每個人身體都會有些小毛病 而且大多數人對於這些毛病 幾乎都要跟他和平共處 比方說常常頭痛的人 他只好該痛的時候就痛 忍耐的痛 然後常常胃痛的人 要嘛就常吃胃藥 要嘛就忍耐的痛 那比方說有一些人 吃飽飯常常脹氣 打嗝 他就覺得沒有辦法 我就消化不良 可是光是打嗝 看起來是個小問題 有些時候也會變成大問題 沒錯 我就有一個病人 50幾歲 他有一次他在秋冬的季節 朋友送他一袋子洋桃 他吃了半顆多 就開始打嗝你知道 那本來一般人打嗝就是 反正就是腸胃障礙 就忍耐一下好了 結果晚上睡覺的時候還在打嗝 你知道嗎 躺在床上躺了三四個鐘頭還在打嗝 所以他就沒辦法睡覺了 他就跑去急診室 那一集是比較忙 那個檢查護士一聽說 打嗝來看急診 你也拜託了 來 等一下在兩個鐘頭之後 腸胃科就開診了 請你改掛腸胃科 然後他就被趕走了 就等腸胃科的門診 腸胃科那醫生一看打嗝 打嗝開了醫藥給他 回去就要回去吃三天 就三天又在打嗝 這次真的要抓狂了 真的受不了了 就跑去硬去掛急診 那個急診後來就給他掛了 就一抽血 居然是尿毒症 因為我們腸胃科病人 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腸胃科病人 腎衰竭的病人 對於羊桃耐受度很低 羊桃不是假離子的問題 羊桃它體內有一個 小分子的毒素 曾經有人把羊桃這個汁 萃取出來 打在猴子的脊椎 就可以造成脊椎的結攤 真的喔 就代表它對神經系統是有毒 那我們其實也常常利用 羊桃這個毒性 我們不是說羊桃吃了 會治愈咳嗽嗎 其實就是因為羊桃 這個十分子毒素 可以抑制你的咳嗽 這個激轉 可是腎臟科的病人 有一個問題是 他吃進去羊桃之後 他這個東西排不出來 你們大家都排掉 所以沒有人打嗝 可是腎臟科病人排不掉 就打嗝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會從一些很稀奇古怪的症狀 去發現說 這個人居然是尿毒症 那後來這個病人 因為他檢查出來 腎子數很高 然後後來就被轉到腎臟科 我們就掃描 那個腎臟已經很小了 這兩顆大概就七點幾公分 那尿毒症其實他很多 比較一般的症狀 其實很多人不容易辨識 他從失眠 從煩躁不安 從抽筋 甚至嚴重 就會昏睡 昏迷都有 那他在對心臟系統的影響 他會积水在體內 這病人很多病人 會預血性 心衰竭 會沸水腫 那血壓會很高 那對腸胃臟的表現 最常見的其實就是 噁心跟嘔吐 那這個吃到羊桃 或不吃羊桃 到最後有一天 他也可以產生打嗝的現象 那他對造血系統 也會造成貧血的問題 然後造成什麼 容易出血 流鼻血等等的問題 因為他會阻礙你的靈血 同時皮膚會變色 然後會乾癢 會搔癢 尿毒性搔癢症 那他會惡化你的骨頭 會傳出骨的軟化症 尿毒性骨病變等等的問題 人會越來越矮 那最後呢 他會引起呼吸的困難 然後有時候 你跟尿毒症病人 對面講話 其實他呼出的氣 因為還有尿素 你就會聞到一個 特別的一個味道 等等 那尿毒症 事實上是他腎臟壞掉 對 可是他全身系統 都會受到影響 那而且因為腎臟有兩顆 他兩顆都壞掉 對 那他有沒有逆轉 或者控管 或者降低他症狀的 這一個醫療的處理 有可能 因為我自己統計過 在醫學中心 洗過腎的病人 有三分之一 後來沒有繼續洗腎 為什麼 這代表他有些人 他只是一個 慢性腎病的急性惡化 所以他救治一下 他又回來 那有些人甚至只是 一個急性腎衰竭 譬如說有人吃到 那個血脂藥 結果太嚴重的 橫紋肌溶解 他也會急性腎衰竭 他有洗症 可能洗個一週兩週 也後來就好了 有時開刀之後 傷到腎臟的 也洗一洗就好了 所以其實 洗一洗停下來的人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罕見 事實上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 就是他曾經洗過腎 對 可是他後來可以停下來 可以不需要 對 那表示說他還有一點 復原的能力 對 他有復原 那等於是他把他 比較不好的狀況 處理掉之後 他身體自然的激轉 就可以復原 對 所以尿毒症就不必然是 不必然 永遠的 小病變成大病 我看過一個病人69歲 他大概在五六年前 他曾經有過結石 那結石有痛 然後後來自己有排出來 排了好幾顆 他也就覺得OK 反正自己排出來 所以他後來就沒有去追蹤 沒有去看醫生 那四五年之後 吐 吐得很凶 然後腸胃科看 看一下沒效果 做胃鏡 胃是好的 那就是看了一點點出血點 就是胃發炎 就給他吃胃藥 吃到知識幫助阻斷劑 也沒好 最後說不了了 就他自己跑去急診室 急診室常規會抽一堆血 就一抽尿毒症 那我們腎臟科被匯診去 掃超暈波 就那個腎臟兩科 都跟那個氣球一樣大 大概一個都是14、15公分 兩科都這樣 就仔細再看 X光裡面 致上的兩個塑尿管 就有結石在裡面 那塑尿管在什麼位置 我們的腎臟在上面 那腎臟是靠兩條小管子 連到膀胱去 這叫塑尿管 那塑尿管堵住的話 這個腎臟會壓力的關係 它會漸漸的 跟噴龜龜這樣子 就膨脹起來 而且這個腎臟的皮質 會越來越薄 那就變失去功能 那到最後 它致上是變成 尿毒症的狀態 那這個個案比較可惜的是什麼 因為 結石打滾 痛到哀白救護 會痛到不行 痛到打滾 號稱說跟生小孩子一樣痛 可是它沒有痛 它第一次排結石之後 它就沒有再痛過了 可是兩邊的石頭 掉下來之後就卡住了 那慢慢卡 然後尿就影響到了 最後腎臟就因為被壓的關係 就越來越吹越大越大 功能就越來越糟糕 它到最後吐了 已經弄毒症了 腎臟都摧毀掉了 才來看 所以有痛是好事 對 其實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節食 比較善良建議 不管你需要看泌尿科 或是什麼科 你半年其實應該要追蹤一下 OK 因為你滿不離 發生這種 像這種很悲劇的事情 一個很好治療的疾病 對不對 你這次去打一打 就可以解決 或者塑尿管徑 拉一拉就可以解決事情 你搞到變成尿毒症 這個老先生 我們後來嘗試說 那還是把結石拿掉看看 我們就把它結石拿掉之後 它尿有出來 可是排毒功能一直不好 所以大概在等一個禮拜之後 還是沒恢復 後來還是洗腎 江醫師我先問你 如果容易有結石體質的人 他可能打掉一波之後 他可能過個兩年 又長出一些 對不對 是啊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追蹤 那追蹤是怎麼追蹤 是掃超音波嗎 我們驗小便掃超音波 大概就可以知道 超音波是掃下去 就可以看到有石頭的影像 是不是 對 如果是腎臟被堵住 也可以看到腎水腫 懂了 就所謂的水腎 所以你驗尿跟超音波 可以排除掉 對 我可以排除掉99%的結石 所以為什麼你說要回診 或者要追蹤 對 那如果你比較早發現 譬如說幼長也沒關係 就再把它處理掉 我就把它夾掉就好了 對不對 不要把它放到 這個真的已經不可挽回了 那很可惜 這個真的是非常好治療疾病 搞到後來要洗腎 而且要一輩子洗腎 因為後來打通時候也沒有回來 有洗腎 有一次血尿厲害一點 他去看他附近的診所 然後後來他們就給他抗生素 所以認為他是尿路感染 那抗生素吃了之後 血尿也就沒了 所以他也就不以為意 那從頭到尾事實上 他沒有真正的做過 任何影像學的檢查 然後也沒有人做細胞學的檢查 結果到我手上的時候 發現這個血尿可能不太對 那病人看起來就是比較瘦 我就問他說 你體重有沒有掉 他說還好吧 不過就是最近就是說最近一年來 就是比較瘦一點 那我有點不安心 我就給他流小便的細胞血 結果一查起來都是癌細胞 那做了個超硬波 剩餘裡面有一個四公分的腫瘤 更糟糕的還不是這裡 更糟糕的是後來我們做全身性的檢查 還有一個跑到肺裡面去 所以他等於發現的時候 都是第四期的轉移的尿路系統的腫瘤 所以這一點就給我們一個教訓說 血尿是一個常見的疾病 也許你發生過很多次 可是如果真的太多次太久 你還是要嘗試的做深入一點的檢查 不要每一次都自己當醫生 把他認為說 我就停經 我就是尿路感染 我自己去買幾顆抗爭素 就好了 你不要這個想法 因為真的會把小病稱成大病 這個乳療系統的腫瘤 其實他如果早發現的時候 我們通常用內視鏡進去 把他刮一刮 什麼事都沒有 真的 這麼容易 對 因為就是它很比較淺的話 你把它刮掉 它淋巴結也沒有 影像絕對乾淨了 內視鏡從哪裡進去 當然從尿道進去 那女生尿道很好進去 可是這樣你也不用有新的 新創的開刀的切口 就是說你從尿道一定是麻醉 對不對 沒有 女生尿道不用麻醉 女生尿道因為很短 一陣就進去了 所以男生的 輸尿管定才要麻醉 那女生尿道太短 蹦一陣就進去 進去之後他就沒有感覺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 第一級的腫瘤病人 都很輕易的刮掉 都這樣子處理 就沒什麼事喔 對不對 搞到像那樣的一個課案 跑到肺裡面去 然後變末期病人 那真的是很可惜 完全的戳脫掉 整個治療的時機 就有一個看法 就是 這裏 是 這個